志明二, 自由南向 這個不是驚嘆號,這是第二集 因為我在去年發表了第一集 不過這個我不知道怎麼看下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簡單介紹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是一個 生..生..生...生..生的被病 我就是一個隨處可及 沒有任何特別地方的普通人 然後,沒碰過什麼大錯者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當兵班什麼事 我也沒有因為念書是念不完 也沒有工作上不順利 都沒有 所以我人生過得非常的順遂 可是我也沒有發 我也沒有曾經想過說 有一天我可能要就是做什麼 或是我覺得我要成為什麼 可能有了年輕 我十幾歲都曾經想過 如果可以當一個運動人就不錯 不過當我發現的時候 我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運動人就是從三歲五歲七歲就開始訓練 OK 那我其實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用 對 幫我點一下就好 這是我第一次分享我沒有夢想那時候的影片 有影片下次要先講 他是YouTube 喔你下載下來 沒有 沒出現 沒聲音 這是上次分享的 就是上次講到我沒有夢想那件事情 齁 我第一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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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當下 他的反應居然是有點生氣 然後他就覺得說 怎麼可以用夢想呢 可能是難道想 什麼想做的事情都沒有吧 那換我想想 我三十一歲了 那我再做一次 我覺得生活很久了 不管你要 大聲實量的事情 主夢也要不踏實 所以 不能把自己應該做事情 所以 後來 我想想 對其他來說 我想想 但 最近 我要跟大家 怎麼回事 電單 二十七 八十三 一二十八 五十八 四十四 五十五 三十五 五十五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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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爛 我看你 我看你 你真是很不激烈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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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林俊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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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呦 差不多 一本再多 等下就沒時間講 這是上次第一次我講到說我沒有夢想的事情 但後來我說我發現了夢想是什麼 我發現了其實大家也知道現在在台灣生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可以一起奮鬥、一起幸福快樂的對象 其實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夢想 但是大家可能礙於現在的關係 現在這個時候,這個年紀,尤其是阿夢那個年紀 我們大家在... 你差10歲 我們差10歲 差10歲,21 這個時候是我們在努力在打拼 我有夢想,我有熱情,我有動力 可以豁出去做任何的事情 我試試看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在前面兩分鐘介紹的時候 我提到說 在交點台北很多人都是有夢想最來 可是夢想實踐嘛 我經過了已經一年多了 我結婚了,現在是小孩 小孩今天還跟老婆游過來 然後在後面休息 因為我小孩睡了 那我認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曾經有想過說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這麼打拼 為了什麼嗎? 我問一下,在這裡現場 已經結婚了,你舉手 沒有 你會發現交點台北基本上 我覺得交點台北可以辦那個 我愛他們兩者的活動 剛剛這個如果還想要去看完 你可以搜尋交點求婚 那我其實想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夢想算是我們在 可能在人生的某個階段 我有想做的事情 甚至是 如果我不去做 我就會後悔一輩子的事情 那也無所謂 雖然我沒有 可是我自己發現 如果可以幸福美滿的 有家庭 然後養育下一代 然後能夠讓下一代成為 社會的 我不敢說動良 社會的螺絲釘 它扮演它正常的功能 坦白說我認為這已經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能不能體會這種感覺 可是有家庭真的是一件 有責,它必須要有責任 可是又非常重要的事情 自從我留家裡之後 我開始會思考到 我的父母 然後我的太太的父母 然後我家裡的人的身體狀況 可是各樣 包括夫妻之間的問題 婆媳之間的問題 這種事情 我什麼事情都沒少過 可是 即便這樣 我還是覺得大家其實可以 試試看 找一個不錯的對象 你找一點定下來也沒有關係 因為 其實這樣好像我在鼓吹結婚 我真的認為 政府派來 因為我們現在 最後一件事 台北是祝你好運 不過這個祝你好運很不錯 我錢都有領到 可是我已經結婚了嘛 這樣說起來好像我的夢想實現 我娶了一個美江娘回家 然後現在有一個可愛的孩子 我後來發現 其實 有時候我們的熱情投注在哪裡 像今天 剛開始前面有一個大哥講到說 我們必須要反省 我認為這是正確的 我們 在每一個時期 你都必須反省自己 從年輕到現在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你每做的每一件事 包括你沒有繳的電話帳單 後來都會成為你的歷史之一 這非常重要 可是我覺得大家要 反過來思考一件事 所以其實你所有的未來 都是現在當下你的決定 你做的事情 都累積起來的 你的每一個思維都可以創造這件事情 好 那幫我按一下下一頁 那 糟糕 上一頁上一頁 這個 其實這本來是動畫 那沒關係就把它擋住吧 我這個 你們叫謝玲 我只是要秀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他很可愛很酷這樣 然後 這個就是我講的 不管今天 但膠點 程式膠點的男性比例比較多 但是 我認為有一件男生必須要做的事情 現在為什麼今天這個時間 膠點人那麼少 就是有點反常 因為膠點平常大概是三倍人數 這個時候大家不去幹嘛 我去過母親節了 所以最後我要跟大家講說 那請大家幫我站起來一下好嗎 給我可愛的 他兒子的母親 顧科長 祝他母親節快樂 夏娜 你已經被吵起來了啦 夏娜 那大家可以坐下來嗎 可以坐下來 那最後這個就是工商服務時間 這是我的公司 建在我們下個禮拜六晚上 在做的活動 然後地點在 這間應該要出口的兆卡 類型有點類似焦焦點 可是它是所有跟音樂有關的人 他們去分享他的故事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來參觀 或是跟阿楓拿資料 謝謝大家